接著呢我們再來做一個小練習 就是來看300以內的指數有幾個 300以內就開始我們也是先刪2357 這樣刪掉剩下已經69個了 被2357刪除了69個 接著呢這時候再補上11的 11的就很多了 然後再補上13的 然後還有再17的 這樣補一補有62個 另外一個概念呢 我們可以用歐拉定理 歐拉定理是說怎樣 因為235剛好是300的因素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先用歐拉定理先算 這裡有80個 這80個就是300內和235互值的 這時候呢我們再去補上235 那這扣掉7的扣掉 再加7的跟11的13的17的 這樣就得到這個62個 好所以這些其實只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可以 定理其實不同定理可以混著用 有時候計算量會稍微快一點點 那這邊呢我們一樣就可以再做 那如果直接去套套那個歐拉定理 這裡再改成300 直接算的話呢 這邊算起來 這要乘上這裡很多很多 算起來大概60.1 其實也是相距不嚴 好 15 谢谢观看